所以你想一下這樣的質素 你現在這樣的問題香港搞成這樣 統計處最新公佈本港人口729萬 按年減少12多萬人 跌幅1.6% 正移出這一年11.32萬人 其中24至24歲的人口少了20% 35至39歲少了4萬多人 55至59歲又少了4萬多人 這些全部都是黃金的時期大幅少了不少人口 那你說這些就是移民潮問題 我想問一下李家超梁振英那些 除了就是說 總之將來他看到有商機有機會會回來的了 我現在看到問題不斷流失 在這兩十年不斷流失 今年是特別嚴重的 這個政府自己的數字都是這樣顯示的 不要大隻說多久多久 或者的人會回來 或者是未必一定會的 就是知道現在有問題 你就要對證下約 挽留一些人 你做到什麼 挽留市民想請問 在做什麼呢 你就看看以前的名校英華 聖保羅 聖邦濟國 呂拔稅啊 民生選演真光那些 一早就已經招滿身 去到現在 暑假了 都還要拆些插班身 都還沒招滿人 你只是中小學已經流失了 在上個年度 超過25000名的學生 流失率3.64% 比香港人口的流失率還要多一倍以上 因為很多移民是為了子女 帶了子女去移民 甚至個位數 小孩子人口是少了 大約10% 出生率下降是一個因素 移民肖是第二大的因素 兩大因素就合起來 政府在這方面出生無差 又是一位中學叫你小班教學 蔡若蓮到現在又不肯製 你想怎樣呢 你不是我們吸引了一些外國的學生 你怎麼吸引呢 他們住在哪裡呢 學校給你住啊 除非是國際技術學校 那些都不關平時的 你政府資助 中學小學的問題是 又是這方面 然後他殺校 又這個又那個又那個 再看看你香港的情況 在今年地鐵上半年就 就是乘客損失下跌超過11% 車務營運虧損27.75億 那為什麼呢 當然因為第五波的情況之下 很多的場所不准開工 很多市民的嘛 就是失業 有些在家工作 也都外面沒有賣市 不出來消費 經濟差 也就是沒有錢賣東西 就少了很多的乘客量 連地鐵都有這樣的情況 普通市民會面對什麼的狀況 那麼政府就下調了全年經濟預測 第二季經濟案例收縮1.3% 全年經濟預測下調節0.5% 甚至可以負0.5% 隨時出現負增長 所以我看到那些新聞 什麼臨時失業工作 那些金錢 為什麼無緣無故 有300多名的馬會投注的工作者要偷錢給你 有很多人批你 已經這些基金給你生生來遲 很多市民在面對著電費加 煤氣費加 交通費加 百尚加根 地鐵都要這樣的情況 經濟隨時負增長 然後基層市民得到的保障就越來越少 早前葛永賢就提倡 立法會已經取消80天的暑假了 這些港英時代留下的殖民政府的惡症 為什麼會這樣 以前就要搭船回英國去探診 現在不用了 梁君彥隔了這麼久 終於回應了 在商台節目就回應 他就說其實這些議員不是這個放假 是休假 暑假休會 就是給議員可以量度的時間 哦 量度時間 我想問一下梁君彥 怎麼是休會可以量度 你必須不需要80天不開會 這樣真的量度啊 為了施政報告去量度 就什麼其他事情不做 只是量度 是不是這樣 就是一心不容易用 那你請這麼多職員 真是馬鬼啊 給你這麼高薪 這麼多津貼 原來就是做一件事 而且我想跟你說 梁君彥 施政報告不是立法會員去寫的 是政府行政部門贊寫 立法會員就是提供意見 那麼我們香港市民都可以提供意見的嘛 要不需要香港市民也是啦 工作就休息80天 不上班 只是想一下怎麼為政府在施政報告提交意見 要不需要這樣呢 白癡啊這藉口 施政報告不是立法會寫的 你不要在那混淆視聽 這是垃圾來的 梁君彥 做了這麼久立法會主席 這些不合理的政策 你應該要改善取消 連王國興做過議員 雖然他以前做的時候 還沒有提出 沒做的時候他才提出都是說 對呀 80天這樣的惡症是要取消的 那些80天有薪給你 為什麼不用開會呢 為什麼不用開會呢 我們以前一看新聞 80天的暑假 那些議員就去旅行咯 又去哪裡玩 哪裡玩 真的做事嗎 我想請問 真的幫你去量子嗎 不要騙誰吃豆腐啦 梁君彥 不要說這些話啦 大口兩 什麼人來的 這些 行政會召集民 葉劉那些 因為又是口口疏到 受過訪問都搞到股市 地產股那些會有動盪 可以做市 還要不肯辭職 輕輕帶過就算 日後就更謹慎 立法會主席這個梁君彥偷換概念 明明施政報告就不是立法會去寫的 好像說到是你寫的那樣的 明明很多時候這些議員是去了旅行 去了玩 你就說到他們是繼續有做事 那麼你說不是呀 像去年有需要說 都有20個法例就通過了 20條是有多少我想請問的 做了一點就裝了 說有開會 基本上如果可以開會 不應該給你80天給你休會啦 社會繼續有事情發生 休會來做什麼呢 都跟你說了這些 是港英年代留下不合理的 以前你踏船回去探親 那你現在是不用的嘛 如果那些五毛四批明 藍四批明 這個梁君彥是不是在說如意 為什麼要死守殖民時代的惡症 想不去